宜兰罗都下起瞬间暴雨长达一小时 造成多处地区的淹水情况相当严重 县政府也派员积极来处理 希望赶快恢复正常作息 山陀尔台风虽然已经减弱 但宜兰罗都地区三号晚间十点多 降下瞬间暴雨 一小时内有108毫米的雨量 水利资源处长表示 这样的雨量比八月份日本东京地铁 大淹水的雨量还多 超过排水设计标准 才导致淹水的情形 除了倒入积淹水之外 还有三个社区大楼的地下室有积淹水 那县政府也主动调派了六部的 小型的移动式抽水机 那么连夜将地下室的水把它抽掉 那最后一个社区完成时间 是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 你看这个痕迹就知道 这里啊 虽然淹水已经退去 但今天早上民众都还在清理 被水淹过的家园 可以看到淹水的痕迹 部分地区最高有五十公分之多 餐厅业者一早到店里 准备开店才发现水都淹进店里 除了扫水之外还得清理脏污 才能准备今天的营业 而南昌地下道的积水 今天早上还在处理当中 虽然得绕路 但民众表示影响不大 相关单位仍在处理当中 有民众表示这个地区过去也是容易积水 但其实已经有所改善 这次主要还是因为瞬间降雨 才造成如此严重的灾情 记者洪方生许静元报道